換一下的話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們有試過 如果你用table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table裡面又多了一層 展開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又有一個TBody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要抓TBody 因為TBody裡面還有一個TD 所以理論上是什麼 它應該是TBody 底下才是TR 所以如果我要抓的話 應該抓TBody 成功的機率比較高 應該是比較正確的 如果你直接抓table的話 會抓不到 所以其實有一些時候 有些網頁 如果設計師比較賊一點的話 他不要讓你用Excel 抓取網頁上的資料 他不要用table就好了 因為querytable我講過了 它只能夠query query就查詢 table就是幫你查 它有點像類似Ctrl F幫你查一下 標籤裡面有沒有table 有 它就幫你找出來讓你打勾 如果他不用table的話 那你不就抓不到了吧 對不對 所以像以這個頁面類似 它裡面是TBody 所以我們可以換一個方法 我們不要抓table 我們換成什麼 抓TBody 所以你可以Ctrl C 然後在底下不要用Find 不要用 等於不是querytable 而是queryTBody OK 我們看一下TBody 那你會發現裡面的話 TBody有25個 那哪一個才是我們所在的位置呢 一樣 你可以往下找 不過你會發現可能要往下 往下 下一個 找 還沒到 基本上數位人才 再下一個 OK 21 所以基本上的話 21-1 就是我們要的 也就是你把21-1這個數字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剛剛的程式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的程式拿來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貼上之後呢 修改幾個地方 就是多目推廣部的IE版 所以我是從那個改 然後第二個把那個網址貼上 那一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底下這些都一樣 等待的時間也一樣 差別只是說 你要去抓本來是gettable 把它改成gettBody 第幾個呢 第21-1 因為從0開始 20 理論上反正在照類似的流程 如果你要抓一般性的網頁 你可以照著這樣的方法來做 基本上你看得到的東西 IE如果可以載入的東西 抓都不會有問題 OK 然後呢 一樣嘛 所以我把它變成一個 也是把它 就名字不改了 反正就抓到之後 我把這個東西先放在我記憶體裡面 它是一個TBL物件好了 然後再利用它去找找看它下一層 所以基本上這個指的是它的下一層 所以如果你還有下一層的話 你就再下一層 再下一層 反正有點像抽絲剝繭 那其實網頁架構就有點像一棵樹一樣 它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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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所以如果你要找你要的東西 你還是要一層一層的去抓 然後最後的話 抓到之後呢 你就是一個一個在把它切 切割之後 比如說我抓到它放在TRS 然後再從第一個 因為實際上我的第一列 因為第一列我是那個什麼呢 第一列其實指的是上面這個標題 栏位名稱 這個栏位名稱我不要抓 還有-3是下面有什麼 好像有幾列是什麼 反正就是那三列 就是多的那三列 就底下這些 可能我不要 哪三列呢 這一列 這一列 好像下面還有一列 就空的你看不到的 這三列我不要抓下來 那所以呢 我把這個範圍設定好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什麼 一列一列的抓 抓下來就一樣了 跟剛剛一樣 抓下來這一列之後 再用那個getElement byTechName 去把那個TD的部分抓出來 那基本上裡面可能假設 我們有幾籃呢 1 2 3 4 5 5 6 7 8 OK有8籃的話 那基本上會怎麼樣呢 它會先這個 第一個會放0 0 1 2 3 4 5 6 7 分別怎麼樣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 就幫我塞到我們的Sales裡面 所以直接執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直接執行 來看一下 那基本上要跳出來 OK好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我沒有抓啦 那底下的全部抓 抓到哪裡呢 抓到這邊 OK 那就全部資料呢 就下來了 那當然未來 假如說你要抓其他的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 其實也是一個標籤的架構 有沒有 Colus Type ID等於3 如果等於4是什麼 英文班是不是 還是怎麼辦 反正就是不同的班 所以你會發現 從這邊也可以去修改 那如果你要全部下載的話 也是一樣 跑個回圈 給它一個範圍 那不就全部資料 就類似像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那個一樣 一直往下 那這個是一個利用IE物件 把資料抓下來的一個簡單的範例 但是未來還有很多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其實網路上很多資料 難度很高 像之前有一個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的就是 有一個觀測站的網站 它一直下載不下來 而它每天 它需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等這個網站下載完之後 它把底下的這些東西 貼到哪裡呢 貼到Excel 貼一個 它換下一個怎麼換 台北 它不是這個捲洞有沒有 台北換對不對 它再把它複製貼 然後再換下一個 阻止符 你會發現 光這些就這麼多了 這個只是一個縣市 如果新北市 又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全省這麼多 全部加起來 可能有幾百個 它每天的工作 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他說 老師用比較快的方法 我每天做這件事情 我都覺得 而且就乾脆找個工讀生來 找工讀生 還有點浪費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最好怎麼樣 按個按鈕 他就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邏輯 他其實是希望 第一個先這個先低一個 然後這個底下先切第一個 先抓第一個 然後抓完第一個 這個動一下 把這個抓過來 這個抓第二個 換這個抓 換第三個抓 其實可不可以 而且非常簡單 不能說簡單 是辦得到 所以後面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我這邊demo一下 我這邊有已經做好的 就是可以把資料 直接把它抓下來的 這一個 這個範例是 不是股票的 這個好像沒有下載到 這個程式碼的話 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們其實也是一樣 這些都是TakeID裡面的概念 然後最後 但是這一個地方比較難一點 就是說 因為它會有切換的動作 因為它會有清單 所以這邊會多需要一個怎麼樣的 建立一個讓 策戰的清單改變的一個事件 所以在IE物件裡面 它有多一個方法 叫Create Event Create Event是增加一個事件 所謂增加事件 就類似說 你滑鼠點擊的那個動作 它可以去做模擬 它可以模擬滑鼠點擊的動作 它的名稱 就是叫做什麼 Change Change的一個Event 就是改變嘛 那ChangeEvent 把它放進去之後 它就資料又重新來了 然後這樣的話 它就一個一個的 就可以把資料 全部通通都把它抓下來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要試試看的話 其實可以這邊 其實也不用開一個新 你就是開一個新的範例 然後把雲端上面的程式直接貼過來就可以了 因為這程式應該直接可以拿來用 這兩段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直接抓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玩玩看 不過至少比人跑太快了 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Change 然後資料不是底下更新 再把那些東西放到 本來是下面一個一個TD吧 然後再把它丟到我們的Sale Sale哪一列的Sale 有沒有 第一欄、第二欄、第三欄、第四欄 一個一個的把它放進來 它就一個一個往下放 只是多學一個東西 就是你要建一個ChangeEvent Change就有點類似像你點滑鼠那個動作 那也就是IE物件 它也可以模擬任何你要點擊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你看得到的 你也可以建一個事件 那基本上不就會更新 資料不就下來了嗎 所以網路上的資料 基本上你看得到就抓得到了 只是說你可能還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 一、先試著 把剛剛的東吳網站上面的數位人才這邊 這個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 我又延伸講了一個 就是有關IE物件的一個 等於是這邊有個觀測章 我連結有放在這邊 相關說明也在底下 你就這邊看一下 大概應該都知道這個吧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如果會用的話 你會發現網路上很多人問說 是為什麼用CreativeTable抓不到的東西 像會有清單 那怎麼讓他可以抓到有清單的東西 其實把這個改一下就好了 網路上很多啊 像之前好像 不知道哪一個銀行的一個同學 他也是每天要抓那個銀行 不知道哪個銀行網站上面的資料 因為銀行網站也會有下拉 你要下拉之後 他才會捲動 底下東西才會動 那如果說你直接抓 他沒有動 他就抓不到資料 所以你可以 所以如果用CreativeTable 錄製具集來做 跟各位講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捲動 他不會有資料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用CreativeTable 剛剛那些講的方法都不適用 那如果說你假設那些網頁都一定要捲動 或者是說還要Click一下的話 那你可能就可以用剛剛我講的這個方法 那你會發現大部分網站不就都這樣嗎 對不對 那也意思就是說 只要能夠在瀏覽器被看到 而且能夠被點擊 能夠被捲動的 才顯示出來的資料 那應該都可以全部下載下來了 當然還有很多細節 包含就是說 可能抓資料裡面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好像7段的相關問題 像我之前跟各位講 Gate跟Pose 它的參數可能會隱藏 那你要怎麼把它的參數 隱藏那些參數也把它再抓出來 在模擬有點像瀏覽器跟它互動 這部分的話當然也還是有一些難度的 不過那些暫時先不用理會 我想至少你可以抓得到90%的那些網頁 我想基本上足夠你去撈資料 data 因為很多人要分析資料 但是沒有data你怎麼分析 對不對 而且我發現那個分析師如果每天都在那邊吐髮煉鋼的話 不是很浪費時間嗎?公司請你一個人在那邊複製貼上 多麼浪費 對不對 而且有些那個研究員他的薪水那麼高 去做這些事情 不過那些人怎麼辦?還是要被逼著來學這些東西嗎? 如果不然的話怎麼辦? 他們可能有很多know-how 但是他沒有data 他就沒有辦法展現他很厲害的那個點 所以這些有誰還說被逼著 一定要學會這些自動化的手段工序